昨天晚上坐镇临仪主场的山东黄金男篮在领先20分的大好局面下晚节不保 中场前2.1秒遭天津荣决杀 最终102比103遗憾的输掉了比赛 在整场比赛中黄金主帅龚小斌的这张脸成了轻语表 在上半时的比赛中 龚小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站在场边指挥指责怒骂自己的队员 而是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在那做了一个半场 到了下半时眼看着大事不妙龚少帅再也坐不住了 又给我们展现出了他的暴脾气 但这些已经是为时已晚 比赛结束后他单枪匹马的来到了赛后新闻发布会 面对记者的长枪短炮 一向不服任何人的龚小斌终于交了底 应该说山洋队不是一级强队 我觉得大家只有靠拼能够有希望 我觉得还是说总结好吧 打好下面的比赛 昨晚黄金蓝蓝输的不是排名第一的新疆逛会 也不是广东宏远 而是今年的升班马 已是七连败的天津荣刚 面对排名在第15位的对手 却打出这样一个成绩 黄金蓝蓝的小伙子们到底是怎么了 比赛结束后黄金蓝蓝的球员们各个垂头丧气的走进了休息室 随后总经理叶鹏立马又锁上了大门 记者被挡在了门外 里面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看来只有球员最清楚了 每日新闻记者丁紫超报道